除了這方面 中文英文語文方面 你是怎樣學回來的 怎樣培養 這個真的要感謝我們學校 以及我們的老師 因為我們是教會學校 修女學校 所以很多時候 我記得從小學 很多時候都要講英文 甚至第一天進入小一的班房 就教我們 想去廁所都要講英文 舉手未來go out 所以學習語文的能力環境很好 所以我覺得到今天來說 在香港是稍為喪失了一個 學習英文語文的環境 因為真的可以講英文的機會少了 我們那時候除了學校 有時候你看西片 你都要聽英文 雖然有字幕 看電視看英文台 你都要聽英文 不會說全部有禮音 中文就是特別 因為有幾位非常好的中文老師 他教我們不僅是書本裏面的中文 很多其他介紹我們去多些閱讀 或者參加一些寫文的比賽 都是幫助到我們在語文上的增值 所以我覺得我又不是特別好 其實在我們學校出來的同學 一般在語文方面的能力都比較高 但一般都是低調的 我不知道你覺得不覺得 其實成方世界出來的女生是比較低調的 我同意的 不過鄭英文同學 你也是特別低調和謙虛 因為我記得當時你獲得很多獎 除了中英文之外 那些同學都告訴我 不是鄭英文 不僅是中英文厲害的 他數學也是最厲害的 當時你也是第一名的 又是數學科 原來你在中學的時候 你是讀理科 是的 不過在那段時間的數學 可能是頭腦清醒一點 計數就快一點 這些完全談不上數學厲害 因為很多朋友都知道 現在我身邊圍繞著我 是三個數學相當厲害的男人 包括我先生和兩個兒子 都是收數學的 你先生還是數學博士 所以數學真的不算厲害 不過也有一個興趣 我又收到一件事 在你中午的時候 可否透露一下你會考成績 可以可以 其實會考成績不算好 真的不算好 也有些意外 剛才說 我們學校到中四 就要分文理班 一來都是有點虛榮心 經常都說我們厲害 想讀理科 甚至要讀四師班 你記得嗎 師班才是厲害的 師班 所以有一點虛榮心 那就是讀理科 3CANBi 數學 但自己都幸好打了底 都覺得未必要繼續走下去 都是理科 所以我就報考比較多 我考舊科 會考 起碼保住 將來轉 也有機會可以再轉 所以會考成績 就是三個A、五個B 一個D D就是Physics 就是物理 證明自己的理科 根底 不是很好 到中五 又要抉擇 因為我們學校 當時的餘科 是沒有理科的 是的 很多如果要轉做理科 都要去我們所謂姊妹學校 要是嘉樂薩姓森書院 或是姓馬尼書院 那時候真的很好 我真的很感激 我們當時的校長 Sister Marie 剛才你看到 你也很感激 Sister Marie 是 這位校長 會用一種很平和的方法 幫助你自己去認清楚 你的問題 解決你的問題 他不會跟你做決定 所以我記得我中五 是這樣的成績 如果要去姊妹學校 讀理科班 說他都可以 但是心裡有時想想 其實當時很喜歡英國文學 歷史這些科目 所以就去跟校長談 我校長談完一段時間 他就說 你自己想想Carrie 你自己回去靜靜地想想 究竟你最想做的是什麼 你想讀的是什麼 你就自己決定 不需要受那麼多外在的環境影響 會不會被人笑 明明理科生存 文科當然是讀不成功 而且一讀了文科 你又不可以入大學 將來讀醫科等科目 所以在他的稍為引導之下 我很快就作出決定 繼續留在學校讀文科 那兩年讀得很開心 因為科目減少了 我只讀英文英文學 還有歷史和中文 所以變成在我特別喜歡的 英國文學和歷史上 可以多放一些時間 中七的時候的成績就很厲害了 入到大學了 就是入到香港大學了 你是社會科學的學士 其實當時也是一個轉捩點 也有點挫折 因為一個全A學生 去到會考 明明理科就變成文科 但你選擇文科 其實就是決定你未來走的路 其實也是很大的轉捩點 剛才你提到Systemary 其實我們是眾人的恩師 他教了我們很多人生道理 其中 我記得他很深印象去教我們 他說 做人一定要有獨立思考能力 對任何事 你要很冷靜地去分析 去判斷 就算你周圍的人 行為不恰當 你都絕對不能同流合乎 你要有定力 你要堅持做你認為正義的事 那這個會不會都是正義我同學 你到現在的人生作用 其實我覺得一個人 如果在他的所謂 formative years 成長最重要的那段時間 十三年都在同一個環境裏 一定會受到這個環境裏 的因素影響 所以無論從Systemary身上 從其他修女身上 和我們的老師身上 慢慢潛移默化 建立了一組的核心價值 包括剛才Blanche說的那些 特別是我們的修女學校 很重視培養出來的女生 不是希望她很搖眼那隻 是希望她能夠走入社會 服務人群 那種服務的精神 是相當強烈的 所以為何我在中學階段 我後來又告訴別人 很早已經透過參加 我們在學校社會服務隊 去做義工 就想著將來 都找一份可以有服務性的工作 甚至更具體地想著做社工不錯 做一個社工 就可以直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 我也有這樣的同感 就是我們有時都會開玩笑 見到Sister 或者見到我們的舊老師 我們會說 為何你們以前不教我們 教過有錢人 以及不教我們發達的 就是教我們服務社會 所以我們的舊生 真的有很多工作 我們都是在不同的界別 不同的階段 都是在繼續服務社會 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正如我們當然是Carrie 其實我很喜歡聽你的演講 是嗎 因為我覺得你的演講 給我感覺 一不滿先 一揚頓挫 你多數不拿稿 你是容易貫通 你有心、有情感 在這方面 會不會是讀書的時候 都很大的 整個演講 你讀書的時候 已經是很大的訓練 都是一種訓練 因為很多時候 學校都是選派我參加 學際比賽 不過沒有你那麼聰明 你在學際朗誦 成績是非常好 有些僥倖 但我有參加這些學際比賽 以及學校的辯論隊 所以也是有機會可以訓練到 演講的方式 最近有一個演講 我很深刻印象 不過一會兒新聞之後 我繼續跟Carrie聊天 因為那個演講中 有些說話 令我回去 我想完又想 真的很影響到我的人生 我覺得是 好新聞之後 我們繼續有素心事家庭 會有鄭月娥的故事 跟大家聊 剛才我說到 我很喜歡聽你的演講 因為每一次都有些東西給我 其實我是聽過你很多次演講 譬如你做社署長的時候 就開始 有些活動會見到 最近的這次 是7月13日 就是我們母校 加拿薩聖方濟國 一個籌款晚會 是重見校社 當日Carrie 你就是我們的主題嘉賓 你在15分鐘的演講中 我很深印象 你不要寫稿 當然是 你提到一點 就是當時 你當時做 head Prefect的時候 原來也遇過一些困難 你需要找老師請教 其實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 其實整個中學 很多年都是做班長 所以對紀律制度 比較掌握 他當了head Prefect 就覺得 責任更大 你整個校的女生 就看著你head girl 你要維持 校園裡的秩序 走去問 Mrs. Chiu 你記不記得 Mrs. Chiu Mrs. Chiu是我們 訓導方面的主任 我在做head girl 沒多久 就跟她聊天 就問了她 那條簡單的問題 她說 Mrs. Chiu 你可不可以教我 如何控制這班小女生 可能當時是講英文 因為Mrs. Chiu 是教英文學的 其實你要用英文來問她 可能用英文來問她 她肯定應該 不是用中文來回答 因為這個字也很難 她說 You don't control You inspire 你不會管別人 其實我想她是說 要以身作詹去感染別人 對 所以這件事都成為我現在的座右銘 就算我現在和很多同事工作 我以前在社署下面有5000個同事 我也很少說 很黑板式規定 你要和你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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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透過自己工作的方式 和我對某些事的看法 對某些服務提供的見解 希望同事可以跟上來 一起做 我每一次都有滿足感 因為覺得其實是可以的 只要同事都見到 主管的部門首長 這樣做 他們都很樂意一起合作 這句話真是一生受用 父母對兒女也可以 上司對下屬也可以 領袖對人民也可以 這句話就是 那晚聽完你的說話 我回去想了很多事情 我又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 Carrie你的命 你的命是這樣的 很命 在你很小的年紀 給你很多鍛鍊 例如你那時候 每年都是做班長 你做那些工作 例如我們 明明的裙子要長過 但我們每個人都想辦法縮高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我們這些傻瓜 是會做這些事情 明知道是不能帶飾物 還是帶一條鏈 就縮在衣服裏面 又被Carrie你看到 其實多小 你是在做醜人的角色 好了 到了現在 經常都聽到 難推那些 找林鄭來推 你好像是做一些 有機會是吃利不討好的事 但我們都清楚 你是一個盡忠職手的人 你其實怎樣去平衡你的心態 我想都很簡單 我參加政府 都是本住可以服務社會 服務人群 還有我剛才說 我們從小至大 在那個成長的環境 都已經潛意默化 有了一堆 我們叫核心價值 所以我都是堅持著 這些核心價值 堅持著能夠服務市民 日常的工作當然是有挑戰 有些困難度 都真的不懂得怎樣解決 但是我相信 只要拿個心出來做事 也沒有自己的思心 我們做到多少可以多少 近年我的宗教信仰比較強 我不知道你在學校的時候 有沒有領洗 其實我讀了十三年 我是沒有領洗的 我有去聖經堂 但是沒有領洗 因為好像覺得時間還沒到 在什麼時候才領洗呢 就是2004年 我就去了倫敦辦事 在那裡 一來可能時間比較寬鬱 就可以去一些聖經的研討班 結果就是2006年 就在倫敦領洗 這七八年來 我覺得宗教對我非常重要 因為有時候真的不到你說 事在人為 不是人可以控制得了 那麼多外在環境 那麼多不同的看法 所以唯有將這些事交給主 我相信主會指引我的 我會看